爱多美十年磨一剑 即将在中国开业的爱多美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营 我们在开展业务时 应遵守什么样的原则呢 下面有请华中区总经理Mike 为大家带来爱多美中国事业模式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爱多美中国山东分公司的Mike 再过不久中国公司就要开业了 作为韩国爱多美住宿会社最大的海外市场 爱多美中国可以说是备受瞩目 其实呢开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作为爱多美中国的经营者 只有充分理解爱多美的经营模式 才能让您在日后的经营中分清主次 有地方式的开展推广工作 如今的商业模式单打独斗是非常危险的 只有依靠平台与平台合作才能发展 平台可以凭借自己的资金优势 商与优势 销量优势将零碎的生产方与销售方化整为零 降低双方的经营成本 同时呢还提升了双方的利润点 以达到平台生产方销售方的三方共赢的结果 平台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大数据 谁拥有大数据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掌握了商业命脉 而中小企业呢 是不具备大数据收集能力的 即使能够取得这些数据也没有实力去对市场施加影响 那自身的变化和调整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我们经常会发现您刚想去销售的一个爆款 产品还在路上的时候 市场已经做出了新的需求了 所以和大平台合作是降低创业风险 减少创业投入的最佳选择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线上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必不可少的消费渠道 甚至有些线下经营的实体需要依靠线上订单才能够维持生存 而这种线上渠道也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电商平台上 那爱多美的电商平台与这些传统电商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说 传统电商的主要功能是销售产品 电商平台与入住的经营者或者厂家是硬连接 而与消费者呢则是软连接 当交易完成 无论是平台还是商家 基本上和消费者就减少了联系 产品如何使用 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想法 使用中有什么样的技巧 那消费者会不会去分享 分享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等等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爱多美的营销本质就是产品消费 目前爱多美在中国有超过百万的注册会员 如何为他们提供便利的购买方式 和优质的服务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所以爱多美在中国采用的是 会员制自建电商平台 加经销商的模式 我们的网上商城其实主要职能 就是会员注册和产品的销售 而对于会员和消费者的服务 我们则委托合作经销商来完成 也正是因为这种模式 爱多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商平台 而是一个功能完善 设施齐全的超链接流通枢纽 通过这个流通枢纽 我们把生产厂家 经销商 消费者链接起来 也通过这个流通枢纽 我们把公司的企业文化 优品良价的产品和成功系统培训 这三个爱多美的成功基石 传播给我们的经销商和广大消费者 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 人与人之间始终是要通过 线下见面交流来提升感情的 爱多美经销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超链接流通枢纽的平台上 生产厂商经营者和消费者 全部是硬链接的状态 虽然消费者可以在线上 完成购买产品 但与公司合作的经销商 却可以在线下与消费者互动 为消费者服务 通过线下交流 我们得到的市场反馈更为准确 我们的服务才更有温度 逐渐消费者也会慢慢成为 这个枢纽中重要的分享环节 我们知道消费者的分享是纯粹的 不大有利益关系的 所获得的业绩是更持久和稳定的 爱多美为了顾客的成功而存在 消费者也会用真诚的分享 来推荐更多的优质顾客 回馈公司和经销商 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除此之外 在这个超链接流通枢纽上 每一位经营者也是一个小型的流通枢纽 您可借助爱多美的大平台来完成您的创业梦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一聊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原则中心文化 想成为爱多美的经营者是不可以直接申请的 您首先要成为消费会员 那为什么想要成为消费会员呢 公司是希望爱多美经营者 无论任何时候 应当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开展经营 消费者喜欢什么 消费者讨厌什么 最需要什么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 问问自己 就会有答案 那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们不喜欢经营者夸大功效 所以我们呢 在宣传产品的时候 要事实求是 有一说一 有十分好 我们说七分 剩下三分呢 让消费者自己去说 那消费者不喜欢死缠乱打 不喜欢言过其实的宣传如何赚钱 所以我们呢 应当减少事业宣传 把精力放在如何提升服务上 爱多美开业十年来 在业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其原因就是公司一直坚守的 以原则为中心的企业文化 维护原则中心文化 就是要求我们经营者 要遵守 尊重本国的法律法规 严格执行公司的 营业守则条文 有很多朋友在经营事业时 急于求成 经常抱着 先把市场热起来 先把业绩做起来 先把职级升起来 先把收入揣起来 这样的心态 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损害消费者和公司的利益 例如大量吞货 充值及低价销售上业绩 甚至操纵市场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诱导会员购买产品 给我们的市场伙伴 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 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有的朋友 为了尽快销售产品 把食品和保健品 当作药品推广 给顾客承诺可以包治百病 还有的朋友 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 去拉拢其他公司的经营者 给别人夸下海口 只要跟着我干 保证你年收入过百万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任何人的收入 不是大风刮来的 而是通过新型付出 实际努力 首归经营 优质服务得来的 吹嘘高额回报 干扰有伤的经营 只会落人口石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埃多美来到中国 已经接近四年的时间了 开业时间一推再推 一吃再吃了 公司是希望再多一点时间 来对市场进行正确的理念宣导 很多朋友希望我们公司尽快开业 但如果市场不稳定 伙伴的经营理念有偏差 即使明天开业 那又有何用呢 我们能够做百年企业吗 埃多美经销商在申请时 都阅读并签署了承诺书 有的伙伴在之前 还庄严宣示 要恪守原则中心文化 作为我们埃多美人 我们既然说了 就一定要做到 并且做到最好 好到让别人都无法超越我们 各位朋友 埃多美这艘巨轮即将远航 希望在这艘 充满幸福 充满热情 充满力量的大船上 有您 有我有他 让我们一起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坚定信念 谦卑服务 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 携手并进 共同启航 谢谢大家 感谢 迈克的分享 爱多美的超链接枢纽模式 将通过提供 GSGS大众精品的商城平台 爱多美文化 及成功系统 为您打造身边的生态社区 让您能够在生态社区中 最快速地接触到我们的产品 文化及学习体验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爱多美中国公司 都有哪些事业拓展工具 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平台 来了解我们的产品 事业及文化内容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学习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爱多美中国的Hopper 各位知道吗 为了助力会员成功 爱多美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系统 当然也包含 网站工具 比如在企业网站 您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公司文化 在爱多美频道 您可以阅览丰富的资讯内容 不仅如此 还有便捷的研讨会报名系统 以及最常用的购物网站 爱购商城 您想要的都在这里 首先向各位介绍企业网站 输入网址进入首页 您可以在关于爱多美集团栏目 了解爱多美企业信息 及正善上列的经营哲学 爱多美品牌栏目 向您呈现产品哲学 爱多美如何成为值得信赖的消费规划师 如何践行大众精品 及JSJS战略的内容 在走进爱多美中国与爱多美人栏目 您可以了解到中国运景中心 与爱多美工作方式 最后在企业动向栏目 我们会发布公司的相关公告 敬请关注 更多资讯内容不妨到爱多美频道看看吧 输入网址进入首页 首页Banner是线上研讨会的入口 每周六上午10点 我们在这里等您 在爱多美学院 有朴涵级董事长 李胜渊博士的分享 以及研讨会往期内容 方便您随时观看 爱多美遵循原则中心文化 为此我们会定期在专栏里更新 原则中心的相关资料 在新闻和活动花絮中 将与大家分享新闻专访和热点事件 精彩看不停 参与线下研讨会 需要在公众号中报名 微信搜索并进入爱多美公众号 右下角点击进入研讨会申请系统 在此输入您的会员账号 密码即可登录 您可以查看研讨会的场次信息 选中并点击进入研讨会 可以查看详情 对新的研讨会进行申请 按照页面提示内容操作即可 您也可以查看往期的申请记录 是不是很方便呢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购买大众精品的爱购商城 输入网址进入网上生成首页 在页面右上角点击登录 进入登录页面 输入账号密码 登录成功后将自动返回商城首页 右上角显示会员名称 您不仅可以通过搜索框 输入关键词查询商品 还可以根据品类浏览 鼠标闲停在品类导航栏上 即可显示该品类下的商品 点击进入品类 例如美容护肤品 即可浏览该品类下的商品 鼠标点击心仪的商品 进入商品详情页 阅览商品的详细信息 选择好心仪的商品 加入购物车或立即购买 购物车入口在页面右上角 分为一般产品与跨境产品分别结算 可以在购物车批量操作 取消选择商品 删除选择商品 确认无误后 点击购买选择商品 请您认真填写并核对 订购信息与收件信息 在收件信息中 可以选择与购买者信息相同 输入新的配送信息 以及点击我的收获地址 选取已添加过的地址 最后选择付款方式完成购买 我们已开通微信 支付宝 快捷支付 三种支付方式 在页面右上角 我的爱购图标里 轻松查看订单状态 在收获地址管理中 可以修改新增收获管理地址 除此之外 我们整理了网上商城购物 常见问题 供您参考 在爱购商城 特别提醒您 为保证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大众精品 且避免因大量存货 给自己带来经济压力 商城暂时实行限额购买政策 每日限购一单 且金额不超过2500元 请大家根据实际需求 合理购买 理性消费 以上是四个资源工具的介绍 企业网站 爱多美频道 研讨会报名系统 爱购商城 在您享受便捷的同时 别忘记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在爱多美成功系统 持续探索 不断收获 谢谢大家 通过了解爱多美这些事业拓展工具的介绍 希望我们的事业工具 能为您实现您人生梦想而助力 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产品相关的问题了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产品部的Alita 为大家带来爱多美中国产品上市计划 与物流退换货相关的介绍 爱多美的网上购物商城即将正式上线 让我们再一次细数即将上市的产品吧 初期我们即将上市70余款产品 品类广泛 涉及到护肤 彩妆 个人护理 生活居家 以及食品和服销品 其中护肤品系列 我们上市的五套产品系列和一些补充单品 其中包含创造十年销售佳季的爱多美基础护肤六件套 这是爱多美非常经典的一套系列 护肤六件套当中的精华液 在2012年获得了韩国最高产品技术奖 奖衣食奖 奖衣食奖是韩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奖项 这一次爱多美基础护肤六件套全新升级后 让经典继续在爱多美中国延续 我们还有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进行销售的 爱斯洛特真言系列 这套产品可以说是爱多美20世纪皮肤科学的结晶 通过六大科技安抚岁月痕迹 爱多美洁面护肤四件套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它是居家护理的全系列产品 可以非常周到的帮助我们深层清洁 做好周护理 另外还有源于自然中获取的补水能量 为肌肤带来清新水润的保湿三件套 当然不能忘记了关爱男士的肌肤呵护 男士精华三件套用简洁清爽的护肤方案 打造充满能量的肌肤 当然了面膜也不能少 第四代保湿凝胶面膜 富含五种草本成分 几乎完美的贴合面部肌肤 泡沫绵密的洁面慕斯 温和洁面 当然还有有效阻隔紫外线的防晒乳 缤纷的彩妆当然也不能错过 有花样口红 眼影 腮红 修容粉 染眉膏 两款睫毛膏和润唇膏 而且2020年下半年我们还陆续会上市更多的彩妆 个人护理系列我们上市了会员非常喜爱的护发精油 护体乳 护手霜 以及口腔护理产品 其中爱多美的牙刷和牙膏也是九副盛名 爱多美中国当然少不了它们 其中包含了清香型牙膏的两种规格居家旅行 两者不可缺 为了您的幸福生活 爱多美在不断努力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 其中也包含了生活居家类的产品 我们采用了从甘蔗叶中提取的甘蔗蜜糖 制成安全产品 我们推出了爱多美环保产品系列 用植物原料代替化工原料 使用更安心 同时能够减少太盘放 对环境保护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们还推出了天然唇棉卫生精系列 采用进口唇棉表层 独特歪歪心设计 再加上日本进口吸水珠珠系数 让每时每刻都更安心 我们希望您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 从生活习惯到健康饮食 爱多美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 为大家提供了Hammerhim爱多美幻力饮 红参丹以及鱼油软胶囊 我们也进口了益生菌粉 和二茶固体饮料 特别适合快节奏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肠胃压力的你 还有两款甄选阿拉比卡咖啡豆的 咖啡产品系列 品尝一杯浓香咖啡的同时 开启一片美好的心情 听完我的介绍 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商城选购产品了呢 别着急 听我介绍完下面的内容 近期接到会员朋友们的询问 购买爱多美产品免油吗 都有哪些地方可以配送呢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一来解答 爱多美的会员 在爱多美商城购买购物时 订单金额小于299元 将收取15元的运费 当订单金额大于等于299元 小于490元 我们将收取10元的运费 当订单金额大于等于490元时 将享受免油 另外呢 我们将实现全国境内无盲区配送 送达区域将不做偏远地区的划分 无论你在哪个区域 都适用统一的运费标准 同时爱多美跨境全球购的商品 也将和一般商城的商品一样 享受同等的包邮政策 刚才听完我们的包邮政策以后 相信大家还会好奇 那么我购买完产品后 是否能退换货呢 我该如何进行退换货呢 那么现在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退换货制度 首先呢 我们接受会员朋友们的退换货 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 申请退换货的商品需要未经开封 可进行二次销售 第二个条件 需要你在购买商品发货后30天内 提出申请退换货 如果预期或商品包装不符合公司要求的话 公司将不予受理 当然 如果会员朋友们收到的商品 存在质量问题 公司也一定会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承担退货 更换 维修等责任 这点请大家放心 最后 因跨境全球购商品的独特性 公司将不支持非质量问题退换货 但是 当大家在收到我们派送的包裹时 发现有异常 比如说产品数量和订单数量不符合等情况 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中心进行申请处理 购买全球购商品时 还有一些需要特别的注意事项 请大家在此一定要认真听我讲解 第一 我们销售的全球购商品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等同于境外购买 商品无中文标签 您可以通过购物网站上商品详情片 查探相关产品介绍 或者联系客服进行了解 第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全球购商品仅限个人自用 不得进行再次销售 第三 全球购商品符合原产地有关质量 安全 卫生 环保 标识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可能与我国的标准有所不同 由此可能会产生的危害 损伤或者其他风险 将由我们的会员朋友自行承担 全球购商品的购买 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购买 也请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一定提前了解 首先是 只有拥有中国二代身份证的中国人 才可以购买全球购商品 我们的外国会员朋友们将无资格购买 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购买全球购商品时 需要订购人 支付人 收件人 需为同意人 且实命认证 方可成功购买 并且购买全球购商品 应享受国家的减免税政策 所以购买是有额度限制的 单次购买限额5000元 年度购买限额26000元 在这里呢 我们的会员一定也会有疑问 那么我怎么知道 我今年买了多少额度呢 我还有多少额度可以用呢 我们会在购物官网上 给大家提示 海关个人额度官方查询网址链接 可查询购买人的可使用限额 为防止您 因限额超出 造成无法成功购买的情况 建议大家在购买前 登陆一下海关个人额度官网 查询网址 先查询购买人的可使用限额 并在使用限额内进行购买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爱多美物流政策的全部内容 希望会员朋友们 可以通过我的介绍 更清楚地了解 爱多美购物的注意事项 以及我们相关的物流政策内容 未来爱多美产品品类 会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会员朋友 也可以足不出户 就能使用到优品良价的产品 轻松采购全球好物 生活更加精彩分成 祝大家在爱多美购物商城中 购物愉快 感谢阿丽塔的分享 接下来到了公司公告的环节 下面看一下公司近期有哪些公告呢 第一是关于产品限购政策的公告 在爱购商城特别提醒您 爱多美秉持原则中心文化 为保证消费会员合理购买 杜绝囤货 公司暂行产品限额购买政策 每日限购一单 且金额不得超过2500元 第二是关于网络平台违规销售的声明 近期由于发现有人在淘宝 京东 微电等平台销售爱多美海外公司产品的违规行为 公司郑重声明 公司是爱多美诸事会社在中国境内唯一授权的总代理 任何其他人在中国境内自行或通过其他人代理销售 都侵犯了公司独家代理权 私自在互联网销售行为已构成侵权 公司将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 绝不姑息任何侵权行为 同时请消费者注意 未来在公司商城开放后 公司的官方商城网站将是通过互联网购买公司产品的唯一渠道 对于互联网上其他渠道购买的产品 如发现是假冒伪劣产品 公司不承担责任 同时呼吁大家对于非公司官方发布的信息 请大家误听误信误转 对于非公司官方销售的产品 请不要购买 第三是关于业务办理的注意事项 为了保障会员的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 在申请业务处理时 请会员本人使用注册手机号致电客服中心 以便我们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是关于服务中心注意事项 在疫情期间 服务中心请遵守公司以下运营要求 疫情期间 禁止举办未获公司批准的中心会议 聚集人数不得超过10人 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进入中心必须佩戴口罩 中心需常被消毒剂 进入中心必须双手消毒 如有疑似病例如发热 咳嗽 流鼻涕 肌肉酸痛等 禁止出入中心 经常接触的地方 如电梯按钮 门把手 遥控器等 需每日消毒 如若违反 则将取消其过渡期服务中心主任资格 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 爱多美中国在总部的支持 与爱多美全体员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下 爱多美终于迎来了中国的开业 那么我们爱多美中国的全体员工有哪些对爱多美中国未来的祝福与期许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Luxury 桐梅 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多美福建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多美山谢物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多美吉林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东北上海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东北望东分公司 大家好,我们是爱东北四川分公司 爱我所选,莫忘初心 遵守原则,从我做起 祝福公司能多在中国实现百年梦想 爱我所爱,不忘初心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让我们一起庆祝今朝,期许未来 新机遇新希望,爱东北与您一路相伴 是您奈向成功的舞台 祝愿大家在爱东北遇见更美好的未来 在大家的期盼中,爱东北中国正式开业了 我们全体员工已做好服务大家的准备 并且越做越好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加油 中国,我们来了 美国,我们来了 爱国,美国,我们来了 美国,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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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我们来了